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巨十三394-398 元神5.0纳塔全宝箱 加火神童加全热物加全成就 加探索度100% 加传送点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宝箱成就407 我们现在来到流金之脉 右下方这个传送点 到传等之后 往东方向地腿有扁 接着来到这个河流的这个边上 前方这里有一个闪光碟 这手腕类也是一个快键 然后这个快键之后 东南方向地腿会下防 那前方这里有一个NPC 这是那个俗世生非的后续 这里给大家对话 可以获得2万的魔 好,对话完之后 你打一下地图 然后这个悬木忍 这个七天写在这里 然后朝着这个东北方向地腿越上防 往前飞 我们来到这个黄色这棵树的树底下 在它这个左侧这个草堆处 有一个快键 在这个位置 这里我标点的时候不小心摸到了 好,拿到这个快键之后 东方向地腿右边 往前走 在前方这里有一个钩子 这个右前方有一个山洞 我们来进入到前方这个山洞 再前方这个坡上 在这个山洞入口这里有一个火神筒 来,接着我们剪刀 剪刀这个火神筒 南方向地腿下方 在这里也有一个屏障 我们这里 打开背包 倒数第二栏 这个是要用到这个 脆青钥匙断片 这个也是各个区域开那些 特定宝箱时期寄出的 抹接合成 拿这里开启 这个也是可以不要多探索 逆解里面也全都是这个圣野物 好,然后我们打开下地图来到 这个悬木人 右手边这个山顶上的传送点 然后传绝之后 往西方向 就是左边 自己走过来 那这里有个被锁住的箱子 呃,这里说一下解密啊 这解密的话 呃,我需要打这个金块 它跟这个地上的这个涂鸦 颜色一样啊 比如说这个蓝色涂鸦就是蓝色的 黄色就把它改变成黄色 好,这样是可以玩这解密 然后宝箱 散落的彩条 西北方向 地图所上方 不必行警 可以打踏风气往前飞 然后这个建筑的顶部啊 有一个火神童 好,捡起了之后 南方向 地图下方 我要飞到对面这一个平台上 这这个平台那里是占了一个人的 这些人的这个背后 有一个宝箱 好,那我们再向这个西北方向 地图的左上方 来风气往前飞 然后前方这个楼梯 下去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楼梯口这里 有一个宝箱 所以我们要翻到这个另一侧 来,直接开启 开启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再 以防东方向 地图右边爬上来 宜光片球 在这个 前方商户的位置 有个叫 米奇卡的这个 MPC 我们跟他对话 要选这个第一项 把这些我们 之前地图上 剪到的快件 全部给他交互一下 这里要联系交几次 好,交完之后 我们这里先不管他 往这个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方 这里来到这个雪岸边 先往前飞 下来到这个木板位置 这里 回头 后面这里有一个 普通宝箱 那开启之后 我们这里 起壁 来来风气往下降 往这个 南方向 地图下方 这里飞到墙 前方这个分层处 在这里有一个 金字宝箱 那开启之后 我们再 往北方向 地图上方 这里我们飞到前方 这一个斜坡的位置 这斜坡 这里是有一个 有一个长尾姬 好,这里靠近就可以看到 我拿到这个长尾姬 这里 连续抚磨三次 这里要清怪 好,这里清完怪之后 东方向 地图右边 再切完这个 树底下 这里 这里才是那个 摩拉箱 这里抚磨之后 就可以直接挖除了